圣罗兰发布肖战最新路透合集,31分钟完美演绎帅气与金贵。 近日,法国顶级奢侈品牌圣罗兰Saint Laurent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31分钟的肖战路透视频合集, 立刻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。 这段视频以其高清画质和多角度的拍摄,完美捕捉了肖战的帅气和金贵气质, 让观众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为其出色的表现所折服。 时尚与品味的完美结合。 圣罗兰作为一个全球知名的时尚品牌,向来以其极具个性和品味的设计风格著称。 而肖战作为品牌的代言人之一,他独特的气质和形象完美契合了圣罗兰的品牌理念。 这次发布的31分钟路透视频,向观众展示了他在镜头前的非凡表现力。 无论是他一身简约而不失大气的西装造型,还是每一个不经意间的回眸微笑,都展现出了一种既优雅又充满力量的时尚态度。 在视频中,肖战的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自信与从容,而这种气质正是圣罗兰所推崇的独立,叛逆与精致的精神写照。 从每一帧画面中可以看出,他不仅能够驾驭品牌的各类经典服饰,还能将个人魅力与时尚感完美结合,为品牌注入新的活力。 每个角度都是完美,细节之美无处不在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段路透视频的拍摄手法极为细腻,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捕捉了肖战的身影。 每一个特写镜头都展现出了他精致的面部轮廓,而全身镜头则让观众可以看到他挺拔的身姿和优雅的体态。 无论是静止时的安静气质,还是移动时的潇洒从容,肖战都表现得无懈可击。 视频中的光影效果也为整体画面增色不少。 柔和的自然光线打在肖战的脸上,将他清秀的五官更加立体化,同时又增添了一丝梦幻感。 这种光影的变化不仅突出他的帅气外貌,还将他身上的金贵气质发挥到了极致。 尤其是在一些慢动作镜头中,观众可以更加细腻地感受到他在每一个动作中的流畅感与优雅姿态。 视频中的金贵气质成为焦点。 肖战从出道至今,给大众留下的印象多是温文尔雅,谦逊有理的形象。 然而在这段圣罗兰的路透视频中,观众们可以看到他展现出不同以往的金贵气质。 这种气质来源于他对时尚的深刻理解和对自我形象的精准拿捏。 他能够自然流露出一种王者般的自信和从容,而这种金贵并非遥不可及,反而是通过他的一举一动巧妙传达出来的。 这种气质的呈现无疑为他在时尚界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地位,也让观众们对他的个人魅力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。 粉丝们的狂热反响,视频引爆网络。 在这段视频发布后,粉丝们的反应热烈非凡。 社交平台上迅速涌现出大量关于肖战的讨论话题,相关词条也屡自登上热搜榜单。 不少粉丝表示,肖战每一个角度都是完美的,真的是360度无死角的帅气。 31分钟的视频看不够,简直就是视觉盛宴。 还有许多粉丝特意截取了视频中的经典瞬间,制作成壁纸和动图再往上风转。 除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,业内的时尚媒体也对这段视频给予了高度评价。 许多专业人士认为,肖战的气质和圣罗兰的品牌形象高度契合, 他的出现不仅提升了品牌的关注度,还为品牌带来了新的时尚诠释方式。 总结,时尚偶像肖战的独特魅力。 总的来说,这段31分钟的路透视频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, 更是一次时尚与偶像气质的完美融合。 肖战通过这段视频,再一次证明了自己在时尚领域的强大号召力和影响力。 他不仅是大众眼中的超级明星,更是时尚界冉冉升起的一颗闪耀新星。 随着未来与圣罗兰的进一步合作,肖战的时尚表现力无疑会为品牌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可能性。 近日,王一博的粉丝群体再一次展现了偶像影响力的积极力量, 这次不仅是通过追星,更是通过实际行动传递爱与正能量。 在这场由王一博的粉丝摩托姐姐们发起的公益活动中, 粉丝们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偶像的力量不仅仅停留在舞台和荧幕上。 公益活动背后的故事,从偶像到行动。 王一博作为中国内地备受瞩目的艺人, 他的专业态度与正能量形象一直深受粉丝喜爱。 此次,粉丝们自发组织了一项特殊的公益活动, 为11所学校的2000多名孩子送去了饼干,传递温暖。 这场公益行动得到了广泛的关注, 不仅是在粉丝圈子内,更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的反响。 粉丝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,表达了对偶像的支持, 也同时向社会展示了正能量的力量。 这次活动的策划和执行, 充分展示了粉丝们的组织能力和善心。 摩托姐姐们不仅是王一博的忠实支持者, 更是公益精神的践行者。 这场活动从筹划到实施, 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爱心与细心。 从选定受助学校到确认孩子们的需求, 再到姜饼干送达, 这一切都井然有序, 充分体现了粉丝们的责任感和社会关怀。 偶像的影响力, 王一博与粉丝共同的正能量。 在现代社会中, 偶像不仅仅是一位艺人, 他们更是许多年轻人生活中的榜样和精神支柱。 王一博凭借自己的专业精神, 低调谦逊的性格和对工作的认真态度, 成为了无数年轻人心中的榜样。 他不仅在娱乐领域表现出色, 也以实际行动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力量。 这次公益行动正是王一博正能量偶像形象的延续和升华。 摩托姐姐们用自己的行动, 响应了王一博在公众形象中传递的积极态度和社会责任感。 粉丝们常说, 偶像做什么, 粉丝就会跟随。 王一博的粉丝不仅仅停留在为偶像应援的层面上, 更在偶像的鼓励下, 身体力行,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。 这样的行为不仅体现了他们对偶像的忠诚, 也展示了偶像带来的影响力和激励作用。 公益活动的意义, 爱心与正能量的传递。 通过此次公益行动, 王一博的粉丝群体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, 追星不仅仅是支持偶像, 更可以通过偶像的影响力传递善意与关怀。 在这次活动中, 那些来自幽幽所学校的两千多名孩子不仅收到了饼干, 更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爱和温暖。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, 这不仅仅是一份礼物, 更是一份情感上的支持, 让他们感受到外界对他们的关注与关怀。 这场活动的意义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捐赠, 更是对社会正能量的传播与推动。 在娱乐圈中, 偶像的力量不容小觑, 而王一博的粉丝们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了, 正能量偶像的影响可以超越娱乐, 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公益领域。 偶像与粉丝的共同成长。 通过这次公益活动, 王一博与粉丝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。 他们不仅仅是在明星和粉丝的传统关系中互动, 更是在共同为社会贡献力量的过程中互相鼓励和支持。 这种共同成长的关系, 正是偶像文化的积极表现形式之一。 此次活动也让外界看到了粉丝文化中的正能量一面。 摩托姐姐们的行动证明了, 粉丝群体可以通过偶像的影响力, 积极参与社会事务, 传递正能量, 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。 这样的粉丝文化, 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。 总结, 王一博的粉丝通过这次公益活动, 再次展现了偶像的力量。 不仅仅体现在音乐、影视作品中, 更可以通过实际行动将正能量传递给社会。 摩托姐姐们为11所学校的2000多名孩子送去饼干的善举, 体现了他们对社会的关怀和责任感。 这样的行为, 不仅是对偶像的支持, 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。 正如王一博在舞台上带给观众的正能量一样, 他的粉丝们也用行动为社会注入了更多的温暖和爱心。